大家好,我是阿刚,今天我来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这里是旺金的一部分 一般在这里呢,楼来钓鱼的比较多,离海边比较近的,还有高尔夫球场 我身后呢,是一个寺庙,这边呢,是一个特色,这边做叫花鸡的一个地方 这里今天有营业,但是呢,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名片 这个订餐要提前三天订,然后取餐的时间都已经很固定了 就有这些东西,哇,人家做的很经典的 我不知道要提前预订啊,只以为可以来这直接可以拿而走呢 以为等会就可以了,它这个地方比较偏僻啊 然后四面环山,刚才还有看着游行的车队 因为今天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假期,叫马来西亚日 所以说很多车出来逛逛呢,带个过旗 他们店里啊,好多沙土啊,估计都是做计划机用的 那我们下次再来咯 这小失望啊,刚才这个路进来啊,很难进呢 一条路进一条路出,然后旁边就是沟,差点开快掉沟里去 因为有的时候被人车挤嘛,哇,都怕掉沟里 我们现在往回走,在沿岸前就别的地方吧 现在我们往处出了,这路很窄,到了一个石子路口 刚才看着这是一个马来西亚的教堂嘛 这边是一个旅游区,有的地方可以跳滑翔伞好像是 看着桥下哈,都是种树好像是,有种树 现在我估计我很高哦,那这个第五六米就是 这些不懂的是什么东西哈,跟盆景似的,一个个都是规划出来种的 哇,还有规划感呢 现在我们还在路上,从那小村里走出来啦 现在上点大路了,这个路宽一点 能走个并排走三辆车吧 但是呢,就是两条路,一个进一个出 刚才那就是走一个万车的那么个概念 走得有点急了 现在两边都是中旅树,然后又中原 刚才要过一个桥,过桥才能算是出了这个区 回到家了哈,本来是兴兴趣的 以为可以吃点好多东西 结果就是失望而回 但是呢,我们跟他定了,定了星期六的 我们星期六晚上尝一下他们的乞丐机 我还点了一个乞丐羊肉 还有一个乞丐香饭 他们这个,据说是要早上就是做 做了之后把下午呢,都跟他定时间的 有一点到两点的,三点到四点的,还有五点到六点的 完全是预约时间 我选的是打包,他们可以选择在那吃的 我今天去,昨天去那个印度餐馆哈 把那个餐打包回来了 昨天他忘给我做的吗 我不知道是今天做的还是昨天做的 我觉得应该是今天做的吧 尝一下这香料饭什么味的啊 这是鸡蛋,哦 据说这是羊肉的吗,羊肉在哪呢 然后这一小块羊肉吗 先来一口吧,快饿了 然后我再尝尝啊 看着这样还不错 味道感觉就是马萨拉羊肉的味道 有点微辣,我能吃出来有丁香的味道 可能还有桂皮之类的东西吧 他还有配东西呢,这是一个酱料 看这样是沙拉,沙拉洋葱 这还有一个西米露 那个沙拉吧,应该是凉菜 然后呢,放在饭里面热了,有点不是那么完美了 西米露和沙拉哈,我不知道是套餐就这样子 还是说他表示现意送我的 等我有后再去吃一下 他这个羊肉也是带骨头的羊肉 我来搞点这个酱料啊 他这个里面看着有香叶 吃这应该是咖喱味吧 拌饭一下吃 应该是这么吃,然后手抓 我就不采用手抓的一个方式了 但是这料吃哈,不怎么样 感觉吃这种磨磨叽叽的 还是这种干西洋饭比较好吃 不放战略比较好 今天到这里了 本来想吃一个乞丐大餐的 结果这个大餐没少有点小失望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关注我一下 吃饭吃饭 吃饭吃饭 快来吃饭